林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 然后拖空介绍我们夏威夷中文剑一台的采访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林昭亮 今天很荣幸能够跟你们在这个荧幕上见个面 作为一个那个世界级的著名的小精演奏家 您经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演出 然后您对夏威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印象 我跟夏威夷的交響乐团 之间的这个合演的机会是相当多 我是在年轻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来这里开始演奏 所以我对这个交響乐团跟这里的观众 和这个夏威夷的文化 都是觉得好像很有很有这种念念不忘的这种感 这个是个很每次来都令我高兴 那您还记得这是第几次的演出吗 最少有第七第八次都有了 您全是音乐作品的时候 您有没有什么不道之处 我是没什么秘诀啦 我觉得做一个演奏家是要 不光是要慢慢要把自己的这个基础 就是像技巧啊 还有对音乐上面的了解 先要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和了解 然后再累积上台的经验 因为我们在做学生的时代的时候 不见得能够了解到这个 在舞台上跟观众的这个沟通的 这一刹那的这个需要 因为我们在琴房里面乖乖的练琴的时候觉得好像做得不错 但是呢从一个琴房一个小房间或者一个教室 换到一个可以做两三千个人的这个座位的这个大厅的时候 感觉非常不一样 然后这种处理法呢只能靠经验来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鼓励很多年轻人 尽量利用舞台在上面多演奏 因为在观众前面的这个演出跟自己关的房间 关的房间里面练琴的这个状况完全不一样的 那在您成功的那个道路上 有没有什么几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 我是台湾出生 然后我在12岁的时候离开台湾 到澳洲学历去深造 那个是对我来讲一个最大的一个转类点 因为我离开了中国文化 离开我们家庭 然后完全由一个西方的教育方式开始成长 然后但是这个是对我音乐上面来讲 非常有刺激非常有鼓励性的一个一个转类 因为之后我就从雪梨 西尼到纽约去了 从纽约开始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小题经上面的训练 我在那边读了高中最后两年 然后上了大学四年 等到我毕业的时候 我已经在世界各地的这种大场面 跟大型教育园团都已经开始做独奏性的演出 所以那段训练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大概一生的这种最重要的一些转类点 就是从小到大 然后也不同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然后最大人受到最大的考验 是我做职业演奏家之后 所需要面对观众刚才提到 就是说您怎么样上台 在卡德基音乐厅 在林肯中心 在东京 在洛杉矶 在洛杉矶 在这种大场面之下 怎样能够给观众一个很好的交代 然后让他们受得感动 不光是感动 但是还觉得说他必须要再听我 所以让我这个声誉慢慢往外传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在学小提琴的小朋友 可能他们把您当偶像也希望将来也是像您一样 然后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就 然后您对这些现在正在学习当中的这些小朋友有什么好建议呢 我觉得不见得每个小孩子都能够做得到一个职业性的演奏家 但是也不需要 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小朋友能够对音乐上面有所了解 然后也知道怎么样能够利用时间来练琴 不管练得好不好 但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就是说你不光是做学校的功课之外 你还可以做其他的活动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控制你的时间 然后怎么样利用 然后能够每天有练琴的这个结果 你会慢慢会有进步 所以对一个孩子来讲很大的鼓励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一堂课拉得比上个礼拜的课要好 那不是很应该是应该继续做嘛 对不对 或者是你参加一个当地的音乐比赛 然后每一年的成绩越来越好 也是很大的鼓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小朋友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就是做一个人生的观点来讲 也是有帮助 然后总是对音乐上面有点了解的话 对未来文化上面的欣赏力 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那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大的计划 可以让我们期待一下 哦 我的计划是不停的 因为我现在担任在美国 我的责任感很需要 也许是现在是最重要的 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责任 那您这么忙碌的工作之下 那您怎么平衡您的工作和生活呢 哦 就是我要控制时间 刚才我讲了就是小朋友 如果在学习任何乐器之中 能够获得这个 怎么样利用他自己的时间的这个机会 和能力这是很重要 现在跟我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一模一样 这是怎么样利用时间 怎么样安排 然后每一天 有一段时间是做我的功课 有些是一段时间是要恋情 有时候一段时间要陪家人 所以这个都是对我来讲相当 相当不容易的这个考验 非常感谢您今天抽时间 然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然后也希望您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 觉得更加辉煌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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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